这个无痛存钱法 不减不搞一年就可以存下四位数 哈喽喽我是阿斌 欢迎来到阿斌 随便聊随便听 OK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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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拿虎李生 自己拿虎李生 拍攝錶 終於都整理好了 剛才丟到太爽了 你看這裡就是我一年來存起來的五塊錢 你們猜猜看這裡有多少張 留言給我知道 如果你猜對的話我給你一張 ok 一張而已啊 今天還有兩張 六百 七百 八百 一千一百六十塊 不知不覺存了那麼多錢 那之前呢 這是我一年裡面存下來的五塊錢 那就怎樣呢 就是很像當我去那些咖啡廳啊 餐廳吃東西啊 還是我去買東西的時候 只要我用現金給錢 然後當我收到這五塊錢 我就不會用 我就把它存起來 沒有想到一年也沒有可以存那麼多五塊錢 有時候很激心的 很像我們買的東西 大概是四塊錢左右 然後我就給那個店員二十塊 然後就趕趕吃早餐三張五塊錢給我 我就 今次有得二十塊白白沒完了咯 那三張我一定要存起來 不知不覺又一年啦 不知道去年你有存到錢嗎 這到月底就是錢包空空 銀行空空 又做個月光圖呢 再加上去年疫情的關係 我相信大家的手頭一定很緊 那你可能會說 你為存錢這樣容易咩 大概比如如果你月薪三千塊為例 扣掉基本的生活開銷 公車公物資給保險 扣掉你的娛樂電話費 還有等等的雜費 現在物價還要不斷的散漲 一包飯從五塊錢變七塊錢 真的很難存到錢的 並攻 再加上如果遇到雙十一雙十二的時候 就控制不到自己一直買買買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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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太好花了咯 那我今天就講你一個無痛存錢法 你看一年就可以存到那麼多錢了 雖然對有些人來說 嗯 這裡也對他們來說 燙燙水啦 但是對我來說 我已經快滿足了其實 可能你也會說 哎呀現在都很少用現金的啦 Bingo 你也對 雖然現在很多人都已經習慣 用Credit Card啦 Debit Card啦 Touch & Go啦 或者是E Wallet來給錢 但是你去Food Court啦 還是Bassama啦 還是街頭小吃 你還是需要用到現金啊 而這個無痛存錢法 Food Court一年就可以存下4位數 規則非常簡單 只要你看到5塊錢 這個Chang BB的5塊錢 你就把它存起來 不可以用就對了 那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是5塊錢 不是1塊錢 不是10塊錢呢 因為5塊錢 你講多不多 講少不少 1塊錢又好像太少了 10塊錢又好像太多了喔 所以5塊錢就剛剛好 不會讓我感到太大的負擔 專家們表示 提高存錢的最簡單的方法之一 就是越容易做到越好 這個方法 只要你堅持2個月 你會真的不知不覺 養成了一個習慣 看到5塊錢就知道 它還是非子癌的不能用的 可能你會覺得 為什麼你要做那麼多餘的事喔 每個月定定拿到薪水後 就拿幾百塊存起來不是好咯 Bingo 也對 這樣做也沒有錯 但是又有多少個人可以做到呢 我們人就是這樣 如果要你直接拿幾百塊幾千塊出來存的話 我們一定覺得 哇很大負擔耶 欸不能啊不能啊 蛤直接拿幾百塊來存啊 很多耶 最後怎樣咧 就是什麼錢都存不到啦 反而把全部花光光 不是是不是 雖然我知道這裡的錢 無法幫你買物質和車 但是還可以帶你去一趟旅行喔 好像去泰國 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獎勵一下自己 都可以耶 如果你結婚的更好 然後新年又要到了 因為每年新年都需要包紅包對不對 這個方法 你一定很喜歡 只要你一年下來存起來的五塊錢 新年你不用再去銀行換了 直接用你一年來存下來的五塊錢 來包紅包就可以了咯 老公們也不用特地挖錢出來 拿自己的bonus去換錢給紅包 是不是一舉兩個咧 一點痛都沒有啊 這些錢就是你少了它 你的生活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看到網上也有人說 每一天存五塊 存十塊 存二十塊 然後一年呢就會有 千八三千六 這個方法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沒有辦法規定我自己 還有特地的 要每一天去存五塊錢 我覺得這樣有點麻煩 那如果每一天都要去存的話 好像有點在控制我自己 如果有一天我身上沒有五塊錢怎麼辦 可能就會等到隔天直接存一個十塊錢 然後隔天我又忘記 然後我又特地再存一個二十塊錢 那倒不如我一個月直接存一個百五塊 不是更好 這是我個人意見啦 我就覺得如果每一天定定要存一個五塊錢 我會覺得有點麻煩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無痛存錢法 只要你身上得到了一個五塊錢 你就把它存起來 這樣比較沒有壓力 就讓它順其自然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咯 不需要特地去存 如果你沒有存錢的習慣 我們先開始用小錢開始 養成一個良好習慣 讓你一點一點累積下來 等到開箱的時候 哇 那真的是喜別療癒啊 滿滿的成就感 還有你記得要選擇一個很難打開不能打開 不要敲開才能掏錢的東西 那其實也有很多其他的存錢方法 五三二存錢法 這個黃金比例可以幫助你分配薪水 50%是生活必要開銷 20%是娛樂的開銷 30%就是自己的储蓄 第二就是做part time 其實存錢最好的方法就是賺錢 如果你想賺更多的收入 可以利用你空閒的時間去做part time 比如做網賣、銷售等等的 如果你還是學生 你可以在假期的時候出去打打工 那如果你已經是工作的朋友 可以利用放工後的時間來磨練自己的興趣愛好 可能用你自己的興趣愛好 變成第二收入來源 那我身邊就有很多朋友自己做網賣 你可以自己上網賣 餃子、點心、花生醬、豆奶、餅乾 即做蛋糕都拿去賣 什麼都可以 只要你想到就可以做到 而我也在分享著一個營養免疫學 怎麼喝得健康之外又可以賺錢 我的part time就是教游泳 每個半六禮拜我都會去教游泳 第三,二手拍賣 當你有不需要或是沒有用的東西 你可以把這些東西放上網賣 好比你把這些東西放在家裡又沒有用 至少你賣出去還可以賺回一些本錢 你可以用一些網站來賣自己的東西 比如carousel還有muda.com 第四,記帳 記帳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如果你要每天堅持做的話 呃...其實有點難 現在手機有很多apps都可以拿來幫你記帳 這樣的方法可以讓你更加清楚 了解自己的花費最多和最少的方面 讓你能夠調整自己的精神預算 其實存錢拼不難 只要你有覺醒跟紀律就可以了 但是在存錢的同時也不要忘了好好善待自己 讓自己過得開心一點 不要因為存錢而吃不健康的食物 或者是餓肚子 這樣的存錢方法完全不健康 如果你也是那個說存錢 但是存來存去都存不到錢 那你就試試看這個方法 存錢最重要的是那份堅持 而我覺得這個5塊錢的存錢法 比起你逼自己 每個月要存下來一定的數目 這個方法來得自然更容易 那如果你也有更好的存錢方法 不妨留言給我讓我知道哦 分享一下嗎 還有不要忘了關注我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集再隨便聊聊吧 拜拜